花蓮市和新城鄉部分地區 9號上午忽然發生大停電 有4000多戶遭受波及 經過台電工程人員緊急搶修之後發現 原來是七星潭 一隻小松鼠誤觸到壁壘設備 才會導致跳電 20分鐘就趕快修復 恢復正常供電 9號上午9點36分 花蓮市梅輪地區突然無預警大停電 街上紅綠燈耗製全都停擺 就連便利超商也無法正常營業 讓不少民眾是嚇了一跳 電池看起來就沒有了 都沒有預警 也沒有通知 那這不方便嗎 當然不方便 剛才沒人找電都用你 在10分鐘前沒有電 什麼原因也沒有施工啊 也不知道啊 經過台電工程人員緊急搶修後發現 原來是七星潭移除電感 被一隻小松鼠誤觸到壁壘設備 才會導致跳電 我們接到系統裡面就停電的信息 那立刻派人員到現場去 那在9點57分就把他事故隔離掉 就全線送電 這個潰線它停電的範圍 大部分在我們華東路 北新路 東新路 中美路有一部分 另外在新城的康樂 北埔 大旱也有一部分 全部是有4493戶 為了避免又發生誤觸設備導致跳電的情況 台電目前也正在積極更新絕緣設備 希望能降低未來跳電可能 而這場大停電也在20分鐘後修復 正常恢復供電 記者 許立芹 花電視報導 到達